走马上任,刘国良走上最新岗位,球迷激动落泪,孙杀盼到了 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我是九明 在视频的开始呢,还是烦恼各位球迷朋友能给小明的视频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国拼的最新情况 在之前国拼的结束完WTT关联赛之后呢 作为国拼将士来说,目前来看正在进行集训 我们将会在接下来参加成都视频赛的比赛 虽然说作为国拼将士来说,我们有很大机会能够获得冠军 但是呢,确实不能够大意 目前来看,整个国拼,不管是男队还是女队,都是有领军人物 尤其是女队方面,可以说整体来看表现非常出色 世界平民前四的都是中国选手,足够看出国拼女队的绝对统治力吧 男队方面虽然说有凡人物作战,但是目前来看,随着老江马龙逐渐退出国家队 可以说在人才方面有些断档吧 包括王楚新和梁敬坤,林高原等人能够相继的站出来 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凡人物缓解一些压力吧 随着国拼的将士们在每次比赛中都是占据统治地位 可以说作为李国良来说,他也是功不可没吧 在之前李国良是正式担任了国际拼联的副主席 作为李国良来说,就在刚刚呢,也是再次有了新的职务 也是正式的走马商人 大家可以通过图中看一下 李国良是正式的担任了WTT董事会的成员 可以看出随着李国良的新职务曝光 我们也是正式期盼李国良能够在新的岗位 能够有获得发挥 也是希望呢,作为WTT来说 也是希望李国良能够通过自身的影响力 让乒乓球的事业能够更好的发展 也是希望李国良能够分享自己的经验 也是能够让更多国家的运动员热乒乓球 加入到乒乓球的队伍当中 争取能够让乒乓球更加繁荣强盛吧 我们是期待随着李国良有了新的职务 能够在以后的比赛中越来越好 作为球迷来说也非常激动吧 因为目前来看,中国乒乓球队表现非常出色 随着李国良担任新职务 作为孙颖沙来说,他也是终于盼到了 因为目前来看,孙颖沙世界排名第一 可能在未来几年都是咱们中国国平女队的一个绝对核心 也是期待孙颖沙能够在以后的奥运会的比赛中获得监牌 让我们一起为国平加油 好了,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 下期待了